你见过世界上最黄的人吗 一身酷炫的黄毛 黄色的衣服 黄色的手指甲 甚至是黄色的耳钉 当黄色占据你的生活 你会发生什么改变 这名黄色爱恋者走在街上 这个世界上最亮的再出现了 路上的行人纷纷过来合影 更离谱的是 当你来到这名男人的房子里 发现他的家里 更是充满了各种黄色的物品 在这里没有五颜六色的衣服 如果给你十万一年只穿黄色衣服 你会愿意吗 各种黄色的元素让他沉迷其中 是要黄色氛围 每周三是黄色的理发时间 在他看来 赚的钱如果不拿来染黄毛 那世界将毫无意义 每次染黄毛的日子 是他最幸福的日子 据他讲述 他的生命会随着黄色一起消失 而他说最希望找到一个 同样喜欢黄色的女孩 恰巧的是 这名少妇也是非常的沉迷黄色 不光黄色的元素 琳琅满目 没有最黄 只有更黄 据女子描述 他从二十多岁就开始练上黄色元素 到至今有二十多年 他自嘲地说 一看到这个颜色 他整个人精神会焕发 因为黄 他的生活充满了幸福 那么你认为 他们是天作之和吗 如果给你一年 周围只有黄色的色彩 你会生活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